除了多名外国人质 四名落入阿布莎耶夫手中的我国船员 同样也是情况未明 落票家属在绑匪开出赎金要求之后 昨晚趁着沙州选举竞选期开跑 在湿屋老家到朝野政党的竞选活动上 募集赎金 人在湿屋的副首相南杜斯里阿莫扎西 今天就抨击民主行动党协助家属筹款的方式 会危害人质的安全 那具体的情况马上连线本台特派湿屋记者 陈思璇来了解详情 四千群说 是的 佳蓉副首相 阿莫扎西刚才在记者会上 选择民主行动党 顽固自民人质的姓名 相反驾案 当作这个政治课题 非常出所段 也是内政部长的阿莫扎西 今天是在逐楼 进行房屋活动 他声明呢 目前警方以及有关当局 正在努力的与菲利丁当局 向与菲徒谈判 希望导致释放自民等级人质 而行动党在竞选活动上 为家属筹款的取动 如同政治化最终人民关签的案件 不但干绕谈判过程 同时也威胁了人质的人事安全 还呼吁各界停止政治化 绑架案 让警方主权处理 另外针对小杰方兼盛传 被图要求家属在5月1号之前 交出400万令吉的赎金 而家属也因此向公众策款 对此阿莫扎西则表示 由于这个国外的绑腿团 不时更改赎金的金额 目前他不方便附入具体详金 不过当局将会写进所能 希望早就能救出这些名人质的 那家容 这就是我在沙拉越失误 为您掌握的这些交集 更多详情请留守万千八点的 大陆红尖华新闻 把时间交回给你家容